美好的旅行向天堂 糟糕旅遊世界帳 大家好 歡迎收聽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水旗團領隊Brian 時間這個過得很快 一轉眼iPhone都已經推出到第15代了 沒錯 在上個星期9月13號的時候 Apple已經公佈了iPhone15的全新系列 還有Apple Watch第9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那天凌晨的時候 去看它的那個發布會 但我是沒有啦 因為第一個自己現在體力也沒多好 沒有必要去為了那個發布會去看 凌晨一點的這個直播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說實在話的 大家也知道嘛 現在你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堆這個媒體 已經幫你整理好那些懶人包 說實在的你也不太需要 自己在那邊靜靜的守候 而且它影片當中如果有看過 發表會的人大概都知道 裡面有很多的橋段啊 都是在講說這個我們是最新的晶片 最快的晶片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重點我們對我們來說 就是有沒有什麼新東西 然後賣售價多少錢 什麼時候開賣 有沒有第一波預購等等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iPhone15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對我個人來說呢 我自己覺得今年的這個發表會 對我事後有稍微快快速的看過一遍 我自己覺得真的還蠻平淡的 因為你說有變化嗎 其實是有就像他上了這個 USB-C的這個接口充電的 然後用到了鈦金屬的外殼 然後Pro Max的系列有用到 潛望式五倍光學變焦 這些都是變化 但是你說真的有很亮眼嗎 又覺得還好 那Apple Watch就更不用說了 這個6789代實際上我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除了Apple Watch的Ultra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的之外呢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不過我不知道大家這個手上拿的 如果你是拿iPhone的話 你手上是拿幾代的 對我來說我應該今年還是確定會換 因為我手上拿的應該是一個 已經距離現在五六年的iPhone X 就是X的那一個代 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跟我的團員講說呢 那個照片有時候要拍團體照什麼的話 可能要用你們的手機 因為我的手機沒有廣角 很多的那個照片呢 拍起來你們用廣角拍起來很漂亮 對我來說呢 拍起來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今年呢 我應該還是會換新手機 因為接下來我希望在帶團的時候呢 可以光用手機就可以拍出更多更漂亮的照片 這是題外話 就跟大家閒聊一下我覺得 我對於今年的這個發布會的這個感想 不過我覺得比較糾結的 第一點呢是 今年到底應該要換iPhone 15的Pro 還是要換Pro Max 因為其實我真的沒有很喜歡很大的手機 但是呢 今年只有Pro Max才有那個五倍光學變焦 可是有時候想想很多人會討論說 真的有需要這個五倍光學變焦嗎 你有東西那麼遠的要拍嗎 誒說實在話去到非洲的時候 我真的有這種感想就是你手機的變焦真的越長越好 那至於說實際上這個東西好不好用 我想我應該還是會買Pro Max的大手機 反正我心裡的想法是 反正如果不好用 一年之後我就再買一支小一點 然後把大的這支給我老婆 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好不好用最後才會知道嘛 那講到非洲呢 說實在的前面兩集的急速呢 已經跟大家聊到說我們去非洲去了肯亞跟坦尚尼亞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啊 就是其實肯亞跟坦尚尼亞的行程 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一些 因為畢竟我這一次走的這個兩團行程 都是走東非的四國或者是五國 因為還包含另外三個國家 但其實如果你可以單純只走肯亞或坦尚尼亞的時候 他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國家公園或者是保護區 或者是湖區你可以去 比如說像是終於完恆大 吳宗憲他們去的那個時候 就單純只去肯亞 所以他們會去什麼地獄門國家公園 就是唯一一個可以進去騎腳踏車 或者是走路健行的國家公園 還有一些像是sweetwater 這個甜水保護區 有這個黑犀牛 那這些東西呢 在我們東非五國的行程當中呢 是沒有的 可是如果你單純只去肯亞跟坦尚尼亞 你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在那個地方 去不同的國家公園保護區或者是湖區 所以呢如果你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歡看動物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只待在肯亞或者是坦尚尼亞 或者是這兩個國家在這邊待個十幾天就可以了 你不是見得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歡看動物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只待在肯亞跟坦尚尼亞 或者是你就挑一個肯亞或者是挑坦尚尼亞 就在那邊待個十天兩個禮拜就可以了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們一樣走這個東非五國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啊 那為什麼要去東非五國 當然原因是因為那三個國家有不一樣的東西可以看 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 後面的這個三個國家 也就是 尚比亞、波茲瓦那跟辛巴威 OK那為什麼要來到尚比亞跟辛巴威這兩個國家呢 原因是因為在這兩個國家呢 之間有一條河流 就像他們的天然國界一樣 這條河呢是 是蘸比西河又叫做尚比西河 Rambesi River 是非洲大陸上的第四長河 那這條河流呢 在流經這兩個國家交界的時候呢 進入它的中游 那這邊呢有一些的峽谷 那其中的一個峽谷呢 這個落差比較大 就因為這個峽谷的關需 河流經過這裡 就形成了現在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 維多利亞瀑布 所以呢有很多的遊客來到辛巴威或者是上比亞呢 就是要為了來看這個維多利亞瀑布 比如說像我有一些團員呢 他們就是因為看過了另外兩個 兩大瀑布 就是那個尼加拉瀑布 跟伊瓜蘇瀑布 他們就一直想要來收集這第三個瀑布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那因為這些瀑布呢 大部分那三大瀑布 都是這種跨國瀑布 所以呢他們不會只看一邊 比如說你去尼加拉瀑布的時候 你就會在加拿大那邊看一看 然後去美國這一段看一看 在伊瓜蘇那邊 你會在巴西看一看 跟阿根林看一看 所以你來看維多利亞瀑布的時候呢 你也會在辛巴威這邊看一看 然後再到上比亞那邊去看一看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要來這兩個國家 那最後呢還有一個國家 波茲瓦娜或者叫波札納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這個國家 它的歸類應該算是南部非洲 而不是東部非洲 但是一般來說 單純去這個國家 或者是順便去這個國家的行程並不多 而它呢這個國家在他們北部呢 跟剛好跟辛巴威 上比亞還有這個納米比亞 延伸出來一小塊的地方呢 四國有交界 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 秋比河跟秋比國家公園 所以呢我們公司的行程呢 就是一起把這個行程 這個國家安排進了我們的 東非五國的行程 而且呢再加上我們公司其實 有很多的團員有很多的旅客 他們都是想要收集很多國家的那種百國玩家 所以呢我們就把行程就一起排進去 但是這個好像是順便排進去 但是一點也不隨便喔 因為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象 等一下跟大家說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行程大概怎麼走 其實這三個國家啊你沒有一定要從 上比亞或者從辛巴威哪一邊開始 都可以 你可以是上比亞波茲瓦那辛巴威 或者是辛巴威進波茲瓦那在上比亞 都是可以的 因為像是我這兩團呢 一個就是從 肯亞飛到上比亞進 然後去波茲瓦那再到辛巴威離開 那另外一團呢 又是從肯亞飛到辛巴威 再從波茲瓦那再從上比亞進 因為他們實際上這三個國家呢 都可以說是連在一起的 不過呢這三個國家 在入境申請簽證的時候呢 跟肯亞還有坦尚尼亞 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上比亞可能還差不多 像波茲瓦那呢 你如果是請求旅行社去幫你代辦的話 就沒什麼好說 但如果你自己上網申請呢 聽說他是需要上網申請很多 準備很多資料 然後準備完了之後呢 他會給你一個Approvalator 就像授權許可書 許可的電子郵件這樣 然後你帶這個電子郵件 把它印出來之後呢 在過關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的這個信件 檢查了之後 蓋上一個很大的這個張作為簽證 因為他不像我們一般 你可能泰國簽證 或是哪個國家簽證 他是一張貼紙 貼在你的護照上面 那他沒有那個機器 也沒有那種貼紙 所以他就是用一顆很 很大的張直接蓋在你的護照上面 然後再寫上一些那個入境的資料 然後最後再蓋入境章或出境章 那星巴威呢 就也蠻奇妙的 就是你上網申請電子簽證 OK了之後呢 一樣會給你一封信 一封E-mail 你一樣把它印出來 然後帶到那邊之後呢 去排隊入境的時候呢 他會再把這個簽證印出來 這個簽證呢 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它是一張貼紙 然後再把它貼到你的護照上 然後一樣寫一些你的入境資料之後呢 再去蓋入境章或出境章 所以呢 實際上你來到這三個國家呢 尚比亞只會有入境章跟出境章 沒有簽證貼紙 然後呢 波茲瓦那是會有簽證印章 但沒有貼紙 然後有入境章出境章 只有星巴威有簽證貼紙 然後有入境章出境章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 如果以我的東非五國十六天的行程呢 我們會從肯亞的奈羅比呢 直接搭飛機飛到尚比亞的里文斯頓 大家聽里文斯頓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很像一個人的名字 沒錯 他就是人民 他就是一個英國蘇格蘭的探險家 David Livingstone的名字 以他的名字來做紀念 幫這個城市命名 那他是誰呢 他就是第一個發現 維多利亞瀑布的歐洲人 因為為什麼強調歐洲人 是因為其實當地人 早就知道有這個瀑布的存在 只是當地人不叫他維多利亞瀑布 因為這是英國女王的名字嘛 那他們叫什麼呢 他們叫做墨西奧圖尼亞瀑布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雷鳴之物 就是有很大聲的水的聲音 跟很高的這個水霧的一個地方 或者叫雷鳴之物 那我們來到李文斯頓呢 其實這個城市並不是很大 整個城市 加起來大概也不過就20萬人 那這些地方呢 大部分呢都是這些餐廳啊 旅館什麼的 因為以觀光為主 好那麼我們來到這邊呢 首先我們的行程會去參觀一個 李文斯頓博物館 那你聽名字 顧名思義呢 這個博物館就是放了一些 當時大衛李文斯頓來到非洲的一些 可能紀念他的生平事蹟 還有他的一些用品 還有一些書信等等 因為呢大衛李文斯頓他自己呢 除了是一個傳教士 也是一個醫生 也是一個探險家 而且呢他三次來到非洲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跟他的妻子結婚 在這個地方找到維多利亞瀑布 最後呢自己還死在這邊 那當然在最後的最後呢 他還被葬在運回去 運到英國下葬在英國的西敏市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受到敬重的探險家 那這個博物館呢 同時他也是上比亞最大的博物館 那他裡面當然也不只 只有放李文斯頓相關的東西 他還有在上比亞挖掘出來的一些 人類早期 像石器時代那一些可能遺跡啊 還有人類的海骨啊等等之類的 還有他們比較現代的 他上比亞獨立的過程的一些紀錄 所以呢我們會在這個地方稍微參觀 但其實這個博物館他並沒有很大 你大概只要 快一點的話45分鐘一個小時 了不起一個半小時已經綽綽有餘 你就會看完這個博物館 之後我們就會回到飯店 那我們住的飯店呢 其實有一點特別 而且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在你的房間外面的草地上呢 你就會看到野生的動物 像是斑馬或者是遊豬 而且呢在房間的後面 他還有一條像是散步的小鏡 那這個小鏡呢 有時候還可以看到長頸鹿 或者是羚羊 還有一些什麼狐蒙這種小動物 都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那地理位置好呢是 從這個飯店呢 要去參觀 維多利亞瀑布呢 完全不需要搭車 你只要用走路的 從你房間出發 大概只要走5到10分鐘 你就可以走到 看得見維多利亞瀑布的地方 所以呢像是我們的導遊啊 就是把我們大家集合好了之後呢 一路帶著我們從飯店的後門 經過安全檢查之後呢 再往前走不遠 就會走到這個維多利亞瀑布的一個像是公園的地方 進去之後就會可以看到瀑布 所以像我們的當地導遊呢 就是把我們大家集合起來之後啊 帶著大家從飯店的後門經過安檢之後走出去 大概不遠處呢 就會走到一個像是公園的地方 那裡呢就是可以看到瀑布的地方 進去就是了 不過呢去瀑布看瀑布之前呢 有兩個準備工作要做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自己的鞋子換成涼鞋或者是拖鞋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把褲子也換成短褲 第二個的話呢就要準備雨衣 那不過因為我們是參加旅行團 所以雨衣的部分呢 當地導遊會幫我們準備 所以我們不用自己帶 那為什麼要穿雨衣呢 原因是因為維多利亞瀑布本身 它最有名的呢 就是它有可以噴起兩三百公尺高的那個水物 即便在水量不是那麼大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噴起一兩百公尺 所以很有機會呢 你會被這些水物淋得濕搭搭的 所以我們要穿雨衣 但是大家也知道嘛 有的時候那個雨衣啊 他們準備的是那種輕便雨衣 那輕便雨衣有的時候因為不夠長 所以你會露出你的半截小腿 或者是整個小腿的部分膝蓋以下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呢 把你的鞋子換成涼鞋或者是拖鞋 那最好呢是換成短褲 因為長褲還是有可能會淋濕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 那會不會換成涼鞋或拖鞋不好走 其實不會 在那個地方道路還算是平坦的 頂多就是有一些樓梯 但是走起路來都是還好 當然會有一些濕滑 但是還不至於說非常的不好走 穿拖鞋不好走這樣子 好然後做好準備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參觀這個維多利亞瀑布 在桑比亞這一側的景色 但是在這個公園裡面呢 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呢 就是進門的右手邊一路走呢 就會看到這個桑比西河的河床部分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只能看到河床有一些石頭 有一些像小島的地方 但是你在這裡呢 看不到瀑布 那往回走呢 經過一個李文斯頓的雕像之後呢 就會走到瀑布的正面這一側 那在這邊呢 就會有一些樓梯 上上下下這樣子 往回拍呢 你就可以拍到瀑布的樣子 然後一直走呢 你會經過一個鐵橋 這個鐵橋走過去之後呢 往回看很容易 因為有水霧的關係呢 可以拍到很漂亮的彩虹 那最後一直往前走 你會走到一個叫做Danger Point的地方 那它這個是 上比亞這一側最接近 星巴威的位置 那這是最遠的那一點 你就可以拍到瀑布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同時你還可以看到對岸 你可以看得到 在星巴威那邊也有很多人在拍照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不過啊 當各位來到上比亞這一側 欣賞維多利亞瀑布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啊 那你會覺得這個維多利亞瀑布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很大啊 它為什麼可以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呢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很正常 原因是啊 其實這個維多利亞瀑布 其實它很大 河床很寬 有多寬呢 大概有1700多公尺 也就是差不多快要兩公里這麼遠 可是啊 這個河床的寬度啊 如果在地理位置上面的劃分呢 其實它90%都是屬於上比亞 只有10%左右呢 是屬於星巴威的 可是啊 我們畢竟欣賞瀑布的時候 並不是站在河床上面欣賞 我們是站在瀑布的前面 這樣子突出的這個陸地上面去欣賞 可是很有趣的一點是呢 雖然河床90%是屬於上比亞的 可是這個突出來可以欣賞瀑布的這個陸地啊 卻10%是上比亞 有90%都是這個星巴威的 所以如果你在陸地地面上面呢 你只能在上比亞這一側 看到維多利亞瀑布的一小區塊而已 你沒有辦法看到一整個維多利亞瀑布 但實際上其實就算你在星巴威那邊 你也沒有辦法看到整個瀑布 那怎麼辦呢 其實啊 來到星巴威或者是上比亞呢 欣賞維多利亞瀑布 不是只有用走路的方式去看 從景觀台景觀點去看 還有一個更好的方式就是去搭直升機 說實在的 我非常的推薦各位如果有來看這個 維多利亞瀑布的話呢 你一定要搭乘直升機 因為呢搭乘直升機啊 從空中的角度 你才可以把整個維多利亞瀑布 包含上比西河的這個河床一覽無遺 你可以從那個飛機 你會繞一個這個無線的這個八字形的這個形狀呢 在你從不同的角度呢 去看到這個維多利亞瀑布 而且你在飛行的時候呢 還可以看到有一些動物在這個河岸旁邊奔跑 那個整個的樣子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壯觀 而且其實我們七八月去的時候 還不算是它的最風水期 就是水量最多的時候 都已經非常的壯觀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是那種什麼 二三月來的時候 那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所以呢 我覺得一定要去做這個直升機 但是那個做直升機啊 它通常在不同的國家 都會有兩種不同的這種價格 原因是跟時間長度有關係 它可能短的呢 就是15分鐘 那長的呢 會是25分鐘 或者是30分鐘 那在上比亞這一側呢 15分鐘的 當然大家都一樣 不管是上比亞還是星巴威 都是帶著你從瀑布上空呢 以一個八字形的方式呢 去飛行 然後讓你在不同側 因為你有時候直升機 你會坐左邊或者是坐右邊啊 讓大家都可以拍得到 看得到 這個瀑布的樣子 那如果在上比亞這一側 30分鐘的呢 直升機就會帶著各位 從這個峽谷當中呢 去穿梭 不過我們的行程安排呢 是沒有在上比亞這邊 去搭直升機的 我有聽其他團的 團員跟領隊他們說 他們有一些人 在這個地方會去搭 那我們的安排 是在星巴威搭 那星巴威搭呢 它的15分鐘 也一樣是 在那個瀑布的上空盤旋 那如果是30分鐘 或25分鐘的那種呢 就是去到 另外一個小島上面 盤旋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搭時間長的 我就建議 各位可以在上比亞這一側搭的 那如果是星巴威那邊呢 就搭時間短的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 飛過的那個河床上的小島呢 其實你在搭 遊船的時候呢 就會看得見了 當然 這是個人的選擇 你也可以兩邊都搭 兩邊都搭時間長的 就看個人的選擇了 那其實這個搭直升機的費用 不算是 跟熱氣球比起來的話呢 不算很貴 一個人大概是150塊錢 美金左右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 結束了瀑布的行程之後啊 我們就會回到飯店 然後用晚餐 然後休息 因為隔天呢 我們就要出發前往波茲瓦那 從上比亞的這個位置呢 去到波茲瓦那 開車沿著上比西河的河岸走呢 大概只要一個小時就會抵達邊界 這個邊界啊 其實在2021年以前呢 要過到邊界的波茲瓦那 那一側是需要搭船的 所以遊覽車會把你放下來 然後換成小船 載著你的行李跟人 去到對岸之後再重新上車 可是呢 在疫情期間2021年的時候 他們這一條橋呢 完工了 有一條橋完工了 所以現在呢 從上比亞到波茲瓦那 或者是從波茲瓦那到上比亞 只需要直接從橋上開過去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跟快速 而且在這個橋上呢 你就可以 看得見四個國家的這個交界 雖然他肉眼是無法分辨啦 但是導遊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那邊那個三角洲呢 就是納米比亞 然後這邊是 星巴威那邊是上比亞 這邊是波茲瓦那 很有趣的一個點 只是我們不會特別停車下來拍照 因為你光拍照 他就只是個河床 你看不出來他是哪一個國家 但是邏輯上你是知道 這是四個國家的交界 好然後呢我們就會進入到波茲瓦那 那波茲瓦那呢 相對於其他 尚比亞跟星巴威來說的 那個管制是稍微嚴格一點 他是需要看小黃卡 就是那個黃熱病疫苗的 而且他希望你入境的時候呢 把你身上穿的鞋子 跟你額外攜帶的鞋子 都拿出來踩踏一個防疫毯 上面濕濕的 就只是啊車子會過一個像水的一樣的地方 就是避免你從其他國家帶一些不知名的細菌進來 雖然大家會覺得這個感覺上還蠻簡陋的 但其實我都會跟我的團員說 你雖然覺得好像他很簡陋 但是只是他的這個設備沒有那麼好 其實在台灣也有防疫毯 大家就會覺得很疑惑 台灣哪裡有這個防疫毯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你從國外回國的時候要去到這個檢疫區 就是有一個鏡頭拍著你的那裡 地上不是有一塊像是地毯的地方嗎 其實那個就是防疫毯 只是大家可能沒注意 就只是覺得他是一塊地毯而已 就這樣 好然後入境到波斯瓦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到我們的飯店 我們這次的飯店也非常特別 在飯店的中間呢 他就有一個很大的猴面包樹 至於是什麼是猴面包樹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馬達加斯加很多 而且這個飯店呢 就在丘比河的旁邊 所以我們到這個飯店之後呢 通常差不多是中午吃飯的時間 然後午餐完大概有一點時間 回房間稍微休息一下之後呢 下午我們就會去搭船 遊這個丘比河 而這個丘比河呢 其實就是前面說的 站比西河的算是一個支流 那我們在丘比河上面搭遊船呢 實際上就有點像是用坐船的方式呢 去參觀這個丘比國家公園 那這個丘比國家公園裡面有什麼呢 當然有很多的羚羊啊 河馬啊 斑馬 野牛啊 獅子啊等等的 但是我們用坐船的方式呢 尤其是如果坐的是小船 你可以真的非常靠近的去看到這些鱷魚啊 或者是野牛啊 離他非常非常近 甚至就是可能兩大步的大概這樣子的距離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丘比國家公園裡面有非常多上萬隻的大象 所以呢 如果你運氣不要太差的話 基本上都有機會可以在丘比國家公園裡面 看到大象帶著小象 然後渡河 從這個河床的這一側的小島走到那一側的河床 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非常非常特別 這個是在其他的國家 即便是可能肯亞跟坦上尼亞 你都看不到的景色 所以我覺得 波茲瓦那這個丘比河的這個 遊船的行程 非常非常的值得 也非常非常的過癮 那整個遊船的時間呢 大概會是在三個鐘頭左右 然後像我們呢 就差不多是三點出去 然後大概六點多回來 吃完晚飯呢 就回房間休息 但是隔天早上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行程 就是我們在一清早呢 大概是五六點的時候呢 就要去搭乘這個 四輪傳動車 用陸地的方式 而不是搭船的方式 進入這個丘比國家公園 我們早早呢 就要去看那些動物 而且呢 比較特別的是什麼呢 這個四輪傳動車呢 大概一次可以坐 大概十二三個人左右 可是呢 他跟我們在肯亞坦上尼亞 搭的四輪傳動車不一樣 除了人數不一樣之外呢 他還是敞篷的 應該說他有車頂 但是側面呢 是開放式的 所以呢 像是開了這樣的車子呢 早上出門的時候 會有一點冷 需要穿外套 然後車上會準備的毯子 可是這樣子的車子呢 開進這個國家公園的時候 你在看到動物的時候 沒有玻璃跟這個阻隔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刺激 尤其當你看到獅子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 感覺上他好像就要鋪上來的樣子 所以像我有一個限時動態發展 他就是真的從我們車子經過 所有的這個團員呢 都會覺得 這跟坐在肯亞那種 鐵皮吉普車裡面的那種感覺 完全不一樣 非常非常的刺激 所以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 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結束了之後 也是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時間 就會回到飯店 然後吃早餐 整理行李 接下來我們就要 再次的 從陸地 走波茲瓦那 那一路再次沿著這個善比西河呢 往星巴威的方向前進 而且從波茲瓦那往星巴威這條路啊 其實隔著一條河對面就是我們 前一天從善比亞開到波茲瓦那這條路 所以反方向開回去而已 所以其實 就有點像是一個U字型那種感覺 還蠻特別的 然後我們就會經過陸地關卡 進入星巴威 但這次去星巴威的時候 讓我有兩件事情比較覺得特別 哪兩件事呢 第一個就是呢 我沒有想到從陸地進入星巴威的遊客 有這麼多 所以他排隊的地方還蠻長的 但特別的點是呢 除了排隊之外呢 因為星巴威可能因為比較窮嘛 所以呢 其實你有個方式是可以不用排隊的 就是你給他一點小費 可能給他五塊十塊的美金 然後直接把護照什麼的就拿給他 然後他就會等好了之後 直接在那邊叫你 你就不用在那邊排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呢 通常我們要入境的時候 簽證不是通常都會是一個固定的費用嗎 那像是你單次入境多少錢 多次入境多少錢 可是呢 在星巴威啊 我這一次看到那個 簽證費用的表格上面呢 除了一次入境 兩次入境 要多少錢之外呢 他有三個國家簽證費用是不同的 哪三個國家呢 英國 中國 加拿大跟中國 加拿大跟中國 我們單次入境是30塊 英國是55 加拿大是75 中國是60 美金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其他一般簽證呢 快要一倍以上的這個金額 那據我問導遊的說法呢 是好像 像星巴威跟這三個國家的關係沒有那麼好 所以收的比較貴 但是我也不確定他講的是不是真正正確的 因為在上網好像也查不到 所以大家就知道一下 我自己是覺得這件事情還蠻特別的 好 那來到星巴威呢 其實 當然 觀賞這個 維羅里亞瀑布的行程呢 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呢 因為通常入關的時候 我們都會delay到一點時間 可能會拖到譬如說排隊等等的 所以呢 我們會把這個行程移到隔天早上再去 那 入關之後呢 我們會直接的去到我們的飯店 差不多會是剛好在吃午餐的時間 那我們這一次呢 通常我們到 星巴威的維羅里亞瀑布地區呢 我們就會去入住非常有名的一間飯店 The Victoria Falls Hotel 這間飯店呢 可以說是維羅里亞瀑布地區周邊 非常知名的一間飯店 也是一間百年經典的英式莊園風飯店 整個飯店差不多 將近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那關於這個飯店的詳細一點的介紹呢 我在IG上面開直播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如果沒有看到這段直播的人 你也可以去IG上面看重播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等過一陣子 在蕭蕭帳旅行團的Youtube頻道上面呢 我也會放上去 所以在這邊就不額外的介紹 總之呢是一間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飯店 東西也算蠻好吃的 然後吃晚飯 下午呢我們就會去到 那個蘸比西河的河邊 我們在這裡呢會去搭遊船 那跟在波茲瓦那的丘比河遊船 稍微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呢 在這個星巴威搭的這個蘸比西船遊河呢 這個船體是比較大的 而且在上面呢是有各式各樣的飲料 可以喝到飽 汽水啊果汁啊控泉水紅茶 甚至是紅白酒跟威士忌通通都有 那他也會提供你一些小點心 那整個遊船的時間差不多三個小時 但是在這邊看到的動物 相對來說會比在波茲瓦那看的少一點 不過呢來這邊就是一個 比較relax一點的行程 然後就沿著這個蘸比西河 所以你會看到在河岸的一邊呢 是星巴威對面的是上比亞 有的還會擦國旗這樣 那結束了之後呢 晚上我們會去吃一個風味餐 之後就會回飯店休息 隔天早上呢我們就會去參觀在 星巴威這一側的維多利亞瀑布 那當然就像我們講的 在這邊呢他能夠參觀的這個景觀點就非常多 一共有16個點 他在這邊呢一樣會是到一個很像公園的地方 從pointer 1 然後一直到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到這個維多利亞的瀑布 比如說什麼馬蹄瀑布啊 這個瀑布主瀑布啊等等 一直到最後一個鐵路橋的位置 剛好是第16個點 而且其實這個鐵路橋啊 在我們下他的那個飯店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噴起來高高的水霧 所以才會說這個飯店的位置非常的好 而這個鐵路橋也很特別 原因呢是因為其實他就是剛好連接 尚比亞跟星巴威兩國之間的一個國界橋 那之所以叫做鐵路橋是因為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在建這個鐵路的時候呢所搭起來的橋 所以一開始只有火車可以通過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橋稍微拓寬 他可以走小車 就是一般的名家車 甚至人也可以在上面走 所以呢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只是 如果你沒有要去波茲瓦那的話 你單純只有要去 星巴威跟上比亞這兩個國家的話 你就不用到這麼大一圈經過波茲瓦那 你直接從那個橋就可以穿過去 甚至用走的都可以走得過去 這個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然後呢我們就會跟著導遊從維多利亞瀑布 上星巴威的景觀點的第一點一路走走走走走 大概每一個點可能停留5到10分鐘 那一直走到第16個點 差不多就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包含走回來大概就兩個小時 然後在整個瀑布參觀的行程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直接去吃午餐 因為午餐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到這裡的機場去搭國內線的班機 從維多利亞瀑布這邊呢飛到星巴威的首都哈拉雷 然後在這個地方住一個晚上 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的行程最後呢 還有一天的行程是要去參觀哈拉雷 也就是星巴威的首都他們的一個市區觀光 還有一個叫做平衡石公園的地方 為什麼要去參觀那個平衡石呢? 因為星巴威各位都知道 他在這邊有出過那個很大面額14個連的鈔票 那其實他們每一張的鈔票上面呢 都在正面有這個平衡石的圖案 這個平衡石呢 就是出自這個平衡石公園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這個平衡石看起來很像三個 或者是好幾個石頭疊起來那個樣子 在這個平衡石公園裡面都有很多 那看起來都很像鬼斧神工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會疊起來都不會倒 但其實他們是因為風化的原因 那些疊起來的石頭 其實他們就是一顆石頭 所以是很特別的一個景點 那參觀完了之後呢 一樣在這裡用完午餐之後呢 就會去到他們首都的這個機場 再從這裡呢搭乘回程的班機一路飛到台灣 好那麼講到這邊呢 再包含前面兩集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呢 就是我這一次全部東非五國 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波茲瓦那、星巴威 或者是四國少一個坦尚尼亞 五國十六天的行程的全部的重點 大家聽完之後呢 有沒有很想要現在就趕快去 非洲看動物、看水鳥 或者是看瀑布呢 說實在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你應該一定要去嘗試一次的這個行程 因為我覺得 真的跟你在動物園看到那種感覺 以我自己的感想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就不管你去的是什麼六福村的野生動物園 還是愛保樂園那種坐著水路兩用車的那種 都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坐著那種四輪傳動車 然後在那個大草原裡面奔馳 然後看到那種食物鏈就在你 動物的食物鏈就在你現場上演 有運氣好的話你還會可以看到大千禧 或者是動物在那邊捕殺獵食這個小動物的時候 那種感覺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樣 那當然我這一次去 也稍微有一點遺憾跟小可惜的是 我沒有看到他們正在過河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完全不影響這兩趟東飛之旅 帶給我一些完全不同的體驗跟感受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值回票價 不管是像是在這種肯亞呢 搭乘那個熱氣球 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面飛行 然後看著這些動物在下面跑 或者是在上比亞跟星巴威搭乘這個直升機 從維多利亞瀑布上面飛過的那種感覺 都跟其他的國家的體驗跟感受不一樣 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說 東飛不管是肯亞、坦上尼亞 或者是星巴威、波斯瓦那、上比亞 這幾個國家值不值得來 東飛值不值得來 我會告訴你非常的值得 所以有機會真的一定要存錢 然後來東飛 不管是只來肯亞或者是來肯亞跟坦上尼亞 或者是像我們一樣 東飛我都走一趟 都是非常的值得的 一定要來一趟 以上就是我這趟東飛旅遊全部分享的內容 如果各位對於東飛 不管是肯亞、坦上尼亞、星巴威、波斯瓦那、上比亞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我沒有講到你想要了解的 都歡迎各位可以直接到消息帳旅行團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或者是Instagram上面 去私訊或者是留言來告訴我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樣的節目內容 喜歡我分享在帶團的一些行程 或者是點點滴滴 又或者是各位對於節目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指教 都歡迎各位在Apple Podcast的底下 或者是Spotify的單集底下 留下你的五星評論或者是留言 那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囉 消息帳旅行團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